女孩晚居搭讪竟然被当众殴打 深夜女子回家竟被陌生男人拖入小巷 女孩独居在家 床下居然藏了陌生男人 不要以为危险会发生在你身上 她是不幸的我 我是幸存的她 这期女生自救指南真的一定要收好 晚上走夜路回家 千万别带耳机听音乐 周围的鸣笛声和脚步声你都听不到 有人靠近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很快都被人拖小巷子里 而是能取下耳机 手里随时握着报警器 一旦有坏人靠近 往下一拉 她就发出超大的声音 对马吸引路人注意 如果遇上最早的男生搭讪 这时不要一口毁绝 因此她因被拒绝而恼羞成怒 这时候我们可以巧妙地处理 打开自己手机二维码让男生扫 这样加好友 我们可以自行选择通不通过 并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以免发生热门冲突 如果已经发生正面冲突 切记女生绝对抵抗不过男生的力气 抓住机会就赶紧跑 独居的女生条件允许 一定要在门口装个摄像头 超逼真的红外线 加上门口大大的提示 可以下载一切坏人 门口也要放上一双男人的鞋子 阳台上晒几件男生的衣服 这样坏人在物色对象时 就会自行忽略你这会 最后记得 睡觉前除了要锁好门窗 也要准备好这种堵门神器 顶在门上 不管几个大汉对门 都闻死不动 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我希望你们永远用不上 但是必须知道 好 好